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参与工业4.0导论的课程 我们今天上的单元是单元4 机台感测简介 那我们今天上的是第四个小单元 以DIA View这个软体来读取感测器的信号 那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DIA View这个软体 那这是软体的首页 那DIA View这个软体是一套Skada的软体 也就是我们之前提过 它可以做系统监控数据截取的这样一个软体 它是由台达电公司所开发的 那这样一套系统可以应用在许多工业的环境当中 包含了机械、冶金、水处理、包装、环保监测 以及很多的智慧建筑这样的领域 我们来看一下DIA View的软体的简单的设定的过程 首先我们先看它的初始的画面 那我们要使用这个软体 我们首先新增一个Project 然后在右边的H部分 我们可以去点选来输入我们要使用PLC的IP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设定PLC上的Channel的地址 以图形所示我们设定了四个Channel 那地址设定好以后 我们还可以给定它的变量 来储存我们要截取的资料 接下来我们用一个热电油感测器来连接PLC 那再经由DIA View这个软体来读取我热电油感测器上的资料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热电油跟我的PLC连接在一起 那以这个例子来说 我们是将我们的热电油连接到我的PLC的Channel 2 那连接好以后 我就可以透过DIA View的软体 来读取热电油上的温度的资料 那左下角显示的就是 我在DIA View上所抓取到热电油所读出来的资料 那目前显示热电油上的温度是30.522度 那同样我们可以将PLC连接到各种不同的感测器 来读取感测器上的资料 那DIA View这个软体 读取即时的数据 也可以将它转成折线图 以投影片上这个影片所显示的例子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当我的DIA View执行的时候 我就可以去抓取我的感测器的资料 并且将它以折线图所显示出来 那除了读取即时的资料以外 我们也可以去读取历史数据 就是过去所发生的资料 也是一样可以产生相对应的折线图 以这个例子来说 我们就去读取之前5月2日下午7点16分的资料 那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全部抓进来 那最后我们再可以产生一个折线图 螢幕左侧显示的是历史的数据 读进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去产生相对应的折线图 那在DIA View里头也支援OPC OPC就是Object Linking and Embedding for Process Control 它是一种通讯界面 那这种通讯界面是由Microsoft所主导的 使得Windows系统可以跟机台里头的硬体设备沟通 否则在过去的话 不同的硬体有不同的输出 那对工厂来说是相当难将各个不同的硬体把它整合 那使用OPC的界面 我们就可以把工厂里头各种不同的厂牌的PLC相互连接 把它们资料读取出来 所以简单来说 硬体设备透过PLC 再连接到我们的OPC Server上 最后经过我们的OPC软体 我们就可以把硬体设备上的感测器的资料把它读出 那在DIA View里头也有支援OPC的部分 所以在我们投影片中间的影片 也是一个OPC模拟器 来模拟读取OPC的即时的数据 那接下来部分 也是跟之前所显示的一样 那我们也可以来读取历史上的资料 那并且把它用折线图来做显示 那左侧的部分就是我们读取过去感测器所抓取到的资料 然后最后我们就把它产生一个折线图 来方便我们来判读这个资料 那在这个小单元最后 我们也透过了DI View的人机界面 我们可以来模拟的流道系统 从这个图形上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整个系统上有四个 有四个Tank 每个Tank接有一个流量计 那另外我们有五个Pump 那透过DI View的人机界面 我们可以及时来观察流量计的数值 那这个系统也很方便 让我们来建立这个人机的界面 以使得管理的人员可以得知工厂内部 这些Pump流量计PLC的之间的关系 并且很方便让我们来观察 各个感测器上的数据 好 我们这个小单元为各位同学介绍了 如何以一个Skada软体DI View来读取 连接在PLC上感测器的讯号 那接下来下一个小单元 我们将要为各位同学介绍 另外一个Skada软体Web Access 我们一样可以用Web Access来读取 在感测器上所接收到的讯号 那这个小单元 我们就为各位同学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